据中兴网报道 在决定终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后 8月25号至26号 韩国方面极为高调的 在两国存有争议的独岛 日本称主岛的附近海域 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包括来自海军和海警的舰艇 海军和空军的飞机 以及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多支队伍一起参加 尤其是演习中首次出动 7600吨级世宗大王号宙斯顿驱逐舰 和陆军特种部队 宙斯顿舰世宗大王号 能探测上千公里外的导弹 飞机等空中目标 可同时探测跟踪上千个来袭目标 此外 今年参演整体军力较往年翻了一番 与以往独岛演习遮遮掩掩掩的做法不同 韩军这次公开相关照片和影像资料 目的是最大程度发挥对日施压效果 对于此次韩国军演 日本方面表示抗议 强烈敦促韩方停止演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